那是2002年1月14日的凌晨 一趟CSX公司的货运车头 牵引着1.6万吨煤炭的车厢 从肯塔基州罗素到谢尔比亚那 路上遭遇了一些完全无法解释的事情 在CMG42里城碑附近 旁边是大桑迪河 凌晨2点47分 前方有一些奇怪的灯光 那是铁轨弯曲处 驾驶员猜想 那只是前方另一列驶来的火车 就关别火车打灯 避免对方视觉盲区 并拉动的气敌 以警告前方车辆 但事件突然变得奇怪 火车经历了某种断断续续的断电 仪表反复故障 计算机死机 速度记录已反复拨动 引擎死机 紧急制动器只在断电时启动 所以刹车响起 警报器开始尖叫 车组成员再次抬头看着火车前部 看到了非常不寻常的景象 在铁轨上不是迎面而来的火车 而是悬停着的一群无法识别的物体 车组成员在外观上将物体描述为椭圆形的金属物体 并在飞行器底部和中间部分都带有彩色灯光 所有的UFO在前方有某种搜寻灯 似乎在照射下面的河水 火车不断逼近 以每小时30英里速度 这些飞碟没有窗户 长度大约为7米 高度可能刚好3米 驾驶员惊慌失措 虽然制动器已经启动 一辆沉重的火车不会立即停车 几秒钟内 车头撞到的其中一个UFO 驾驶员也摔倒在地 三个UFO瞬间消失 与这些未知物体发生碰撞后 火车至少滑动了两英里才停下来 火车一停下来 引擎突然恢复了正常 车组成员检查了损伤 驾驶室损伤严重 两个车头的玻璃都被击碎 后两节车厢看起来像是被巨大的锤子击中 机组立即致电杰克逊维尔的调度员 让他们知道奇怪令人恐惧的事件 他们只是设法将火车带到佩恩茨维尔铁路货场 他们大约在早上5点15分驶入佩恩茨维尔铁路货场 穿着怪异服装的人跑来跑去 灯光从四面八方刺眼 唯一缺少的是铁路官员 一个叫福格森的人将车组成员带到帐篷内 问了数百个问题 而且没收了手机 几个小时后 车组成员走出帐篷 看到两辆车头和两节车厢被单独移开 并被告知由于国家安全 对此事保持沉默将不胜感激 然后他们被放入铁路车辆 被送到了谢尔比亚那 休息了八个小时 然后又乘火车返回拉萨尔 在经过佩恩茨维尔的时候 之前的车头 帐篷 人的迹象 一切都消失了 这个故事就这样被隐藏起来 很多人都不知道 甚至是这条线路的其他司机 直到今天 驾驶员的手表还定格于那个时刻 到目前为止 关于这些不明飞行物是谁 究竟在干什么 还不清楚 不过能看出来 美国政府有一套专门的流程对待这种事情 比如很快就有奇怪服装的陌生人检查火车 拆解车辆 安排帐篷休息 这可能可以对应披露出来的月辰项 他打着处理核和生化事故的皇子 实际为收集坠毁的UFO 您是怎么看的 欢迎留言 订阅 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